请原谅我的野蛮回到我的身边 这是接下来的这位女主人公 发自内心的话 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女主人公 来 掌声有请 就是那天我们两个回到家里 有一个女的给她打电话 我问这个女的是谁 她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把家里东西全都砸了 把微波炉也给砸到她身上 反正挺疼的嘛 砸完了之后 她也不再跟我吵了到最后 然后她提着行李要走 就在走的时候 我说你为什么要走 你都把家砸了 她还不走吗 然后就把她给打了 怎么打的 拿手打她脸了 我打了她第一下的时候 她眼泪流下来了 她跟我说你接着打 这样 然后我就接着打了 十多个八这样吧 就这么 对 是什么让你停下来的呢 我手疼了 心也疼了 那你男朋友当时的表现是什么 流着眼泪看着我 然后她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 你是第一个 然后我说你滚吧 到火车站的时候 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她说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说我不要机会 我说你走吧 那你今天来干嘛呢 那会儿这么决绝 当时就在气筹上 我根本就无法控制住自己 来来来 我们用掌声请出她的男友小灰 我第一开始认识她嘛 感觉挺单纯的小女孩 时间长以后就不那么回事了 我刚才听她描述的时候 我其实挺害怕的 你跟她交往那样害怕吗 我现在对我们以后生活充满恐惧 太恐惧了 她自残的时候你见过吗 见过 就蛮留心的 那天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她要抽你那么多耳光 把家里的东西砸了 就是那一女的给她打电话 就一个女的给她打电话 然后我就问 我说这女的干什么的 她就不说 打死也不说 这也是这件事吧 我自己想想 我感觉都特别可笑 你这个骗子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以我个人思维 我理解不了这件事 你说说我们看看 我们能不能理解 就那天吧 就有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特别普通的朋友 几乎是路人家路人仪那边的 那我问那个女的 我说那个女的 我说那个女的你是谁啊 我说你跟她有什么关系 那女的为什么不说呢 本身都没啥关系 人家咋说呀 那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 等等你先让我把事实搞清楚啊 你接了一个路人甲 或路人蚁 对 这种性质的女性的电话 对 就我本身我是经营服装店的 就一个特别普通的 应该说算是朋友了吧 就以前的顾客 现在就是算是朋友吧 他就是说找我 订点衣服 就是这么点事 那你告诉她不就完了吗 我告诉她 我告诉她 她倒就让我这人是谁 那我咋告诉她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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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